今天帶大家一起參觀 由惠德峰發展的Monaco One的示範單位 Monaco One的會鎖是全港首創引用F1方程式的超級會鎖設計 我們帶大家一起看看有什麼玩 我試玩模擬賽車遊戲 實景互動非常緊張刺激 私人工作間可以用來做視像會議 直播室也可以 再加上後面的燈光背景簡直是一流 我們有請這位專業肌肉男 示範一下怎樣去玩這個格鬥繩Battle Group 健身空間有分內和外 加上總共有7200平方尺 兒童遊樂設備亦有很多元化 主要分三個區域 有水手訓練營 少少賽車手和兒童航海天地 就算小朋友足不出戶 都可以玩到盡興 尤其是這個小小賽車手 有2900平方尺 簡直是小朋友放電的好地方 ClubMonaco One 在一個升級會所包括規模設計和設施 都全面升級了 還要多個主題圍繞著 摩洛哥特色空間 動靜街 而到時都有點擔心 不知道會不會走一走一走 Monaco One位於啟德的木泰街10號 座數分別為T2A和T2B 樓高31層 總共會提供492個單位 單位間隔分別為 一房、兩房和三房戶 關鍵日期是2023年3月 我們總共會帶大家看三個沒有改動過的示範單位 包括有一房、兩房和三房戶 全部都是開放式廚房 亦都是發展商重點推介給大家的單位 為了迎合智能家居 首先這個門鎖就用了Samsung的智能門鎖 亦都有五種開鎖門式 亦都為了大家健康的著想 每個單位都會安裝Panasonic的空氣淨化系統 可以全天候淨化室內的空氣 還有一個很新鮮的設計 就是安裝了家居攝錄機 無時無刻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家的實事情況 T2A和T2B每層都有八個單位 分別有三部升降機 每部升降機都加入了遊艇的元素設計 首先和大家一起參觀一個2B座的B室單位 三房加開放式廚房 實用面積522平方呎 這個三房可以說得上是全啟德最小的開放式三房 向東南方、東亂下樑 景觀大多數都是望向來源景 或者維多利亞港方向 全屋的裝修加入了賽車和遊艇的元素作為主題 而屋苑的樓底高度正確的標準是達到3.1至3.5米高 廚房的設備都非常講究 廚房的設備都非常講究 6呎的工作平台 增加了空間感和活動空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受到自身在遊艇的感覺呢? 5呎的GL 去逐一堆 而睡房一則有足夠的位置 擺放一張單人床 或者一個小型的衣櫃 而睡房二呢 可以作為一個多用途房 可以改裝成一個工作間 兒童房 或者工作書房 來到肉室呢 可以看到屋身是用了意大利的瓷磚 浴缸的台面就是用了希臘的雲石 配合柔和的燈光,大家就可以好好享受浸浴的時間 第二個試位就是第二A座的衣室 兩房加開放式廚房,實用面色445平方呎 兩房的單位就最受小家庭的歡迎 而這個單位就可以遠挑啟德體育園的景觀 客廳是長型的設計,容易擺放傢俬 絕對不會浪費的 廚房是一個L型的開放式設計,足夠收納的空間 再加裝了風喉式的抽氣扇 喜歡煮食的朋友也不用擔心通風的問題 客廳睡房用了龜邊的設計,採用玻璃幕牆的設計,採光度高 主人房連接著16呎的工作平台 而每個主人房也配備了佛國品牌的USB和Type-C的電插座 發展商真的一點都沒有偏心 無論你是一房、兩房還是三房 浴室也是選用國際品牌的材料 到最後一個示範單位就是2A座的C單位 一房加開放式廚房,實用面積326平方尺 客飯廳的設計都是靜靜方方非常實用 再連接著22呎的露台 景觀就是望向啟德體育園 一房間的單位只有22呎的露台 而房內就沒有設計工作平台 廚房也加入了賽車的元素 有格子的玻璃色面和皮紋的廚櫃色邊 L型的廚房是一個入場的設計 非常細心考慮用家的需要 可以見到廚房有充足的收納空間 睡房的設計就是睡房再加上浴室 那浴室就少了開門位在廳那裡 那就增加了客廳的空間 浴室是一個拓門的設計 那空間感就更加實用了 那浴室也是設有窗的 光晚通風而且是一個棋缸來的 那就更加省一些位置了 如果大家都喜歡 Amagram的collection 可以來這裡打卡 還有其他的打卡點 那記得like我們facebook 以及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看到了啦